周四 根据加州大学圣地雅各分校发布的消息指出 该校研究人员正在研发一种能够检测中共病毒的条状试纸 该新闻稿表示 这些试纸可以粘贴在任何口罩上 用于检测使用者的呼吸或唾液中 因中共病毒感染而产生的蛋白酶或蛋白质裂解分子 突变显示 每个条状试纸都有一个含有检测试剂的小炮 使用者将其挤压后 该试级若检测到新冠病毒蛋白酶 便会改变颜色 研究人员表示 该条状试纸是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提供130万美元的资金研发 专家表示 尽管这种病毒试纸无法取代其他已知的检测方式 但具有及早发现病毒的效果 特别在游民庇护所或监狱等传染风险较高的环境 能因此减少潜在的病毒传播风险 目前 研究人员正在与加大圣地雅各分校医学院合作 对确诊病患进行检测 并计划在圣地雅各退伍军人医疗系统中 对其患者和医护人员进行试验 新台人洛杉矶记者站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标志愿者 金智